大家好,我是奥地利的小湖 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洗一下当地的小吃 今天我带你们看看 阿姆斯坦必吃的八个小吃 首先去红灯区的酒吧 我们的第一个小吃来了 是Bitterballer 谢谢 好好吃 Bitterballer就是牛肉汁和白酱做的鲜 然后还有小块的肉里面 他们每次给你配黄芥末酱 这个是和啤酒最配的小吃 也是荷兰人最喜欢的酒吧小吃 很香的炖牛肉的味道 他们自己酿的啤酒也很好喝 走吧 来 Amsterdam 你一定要吃薯调 Flaming's薯调店 已经开了一百三千年了 咱们 吃饭 咱们 就是真正的 咱们 真正的 酱 荷蘭人最喜歡吃他們的手腳是醬 這個叫俄洛 A combination between peanut sauce, mayo, and fresh onions 很香很香 嗯,香腸肥不要吃 他們也喜歡 Fable是一個當地的很受歡迎的小吃店 這裡我們可以吃另外兩個荷蘭beach的小吃 看這個 很好玩吧 這個叫Cas Soufflé 很濃郁,很濃郁的荷蘭的芝士 Fricandel就是一個茶香醬 裡面有豬肉,牛肉, and some of them even have馬肉 嗯, it's not my favorite 但是柯蘭人很喜歡 嗯,很鮮香 有點像中國的炸肉丸子 已經到了阿姆斯坦奧巴開 市場這裡他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小吃 現在吃Hering 是荷蘭生的肥魚 這個不是走的 就是用炎炎的新鮮肥魚 配酸黃瓜和洋蔥一起吃 嗯,很新鮮的 鮮一點酸的味道 如果你喜歡Sashimi 你會也喜歡這個 好,很新鮮的 有很多這樣的魚店 可以找到很多魚和海鮮類的小吃 這個是帕麗 免燻的鰻魚 很肥美 所有的中國的朋友都喜歡吃 如果來這裡,一定要試一下 真的,是我的最愛 除了巴林,他們也有很多好吃的鰻魚 Kibberling, deep-fried cod 也就是鰻魚 全都是好吃 有人不喜歡吃肉 有人不喜歡吃魚 但是, I have never met a single person who didn't love original Dutch strobe waffle strobe waffle是一個很瘋狂的禮物 但是, nothing beats a warm, delicious, fresh strobe waffle 嗯哼哼 嗯哼哼 愛吃這個 愛吃這個 最後一個小吃 鰻魚是一個家庭用品店 但是他們的鰻魚就很好吃 鰻魚是一個竹籃香醬 非常香的,酥肉的味道,也很Juicy Juicy 很喜歡這個小吃 這法中小吃,那個是你最喜歡的評論和彈幕 告訴我 是牛肉汁和白醬做的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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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看我的視頻 是你讓我想要努力拍更好的視頻 和說中文 點讚、分享和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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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我 你的關注才能讓我繼續拍攝 Love you guys